先乐业后安居 那我想这是我们很期待南投发展 那我们先听听看 我们议员跟我们今天的来宾 对于五大园区的展望 来第一位我们游议员 就如刚才我们的领头阳 我们的市民方理事长也有提到 那在因为疫情期间的 许多的一个原物料的上涨 所以说其实县府能够辅导 我们厂商在符合成本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安排以及规划 这些很优秀的一个厂商厂家能够进驻 我相信在这样疫情 有时候这一些国外的部分 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 那最好就是桃光养晦 那在我们的产业园区的一个规划 跟就是一些住驾快这些基础设施上 那其实刚好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来跟我们的工业会 来跟我们的优秀的厂家一起来研究 那同样的未来的展望 那我觉得也提出简单提出四点 就如刚才有提到的 打破那些的平衡 那如何能够横平 我们包括就是工业区 产业园区以及包括我们城镇住宅 还有在内部厂家的制造业服务业 以及包括在政府机关 以及包括自治的一个协计会 等等的一些平衡 希望能够有整体规划 也能够有序思维 还这样子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刚才也提到的 还让我们的人才能够进来 我们就需要厂观学研创新预程 那在第三点 那我们也需要扩大连结 还归于返乡 那尤其是在扩大连结 在工业会 其实全省工业会都有在连结 包括商业会也有 协计会也有 工商经营会 那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些企业家的连结中 我们可以思考着如何让这五大园区能够真正发挥聚集经济的一个效果 还能够在很好的有连结的上下有的厂商能够尽量集中来进驻 而不一定捡到篮子都是菜 而是这些有聚集经济的好食材才能够做出好料理 那再来归于返乡的部分 刚好因为现在在大陆的我们许多的优秀台商 其实大家平常都有通过台商会在连结 那其实也可以借机盘点 他们有些如果要归于返乡 那其实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让他们的资金 技术 还包括他们的专业 能够回流到我们南投 那相信这也是一个契机 那第四点 那乐业安居繁华南投 那就像刚才 那个我们许淑华现场候选人是安居乐业 那处长也把他做到乐业安居 因为这两个密不可分 那就像王彩宇议员其实就在议会的时候有提到 希望能够尽快有第二期第三期的青年住宅 在南投市45户之后 那第二期如果以现场规划55户 那在埔里在竹山 我们如何能够有更多的青年住宅 让这些来这些产业园区的青年的这些 能够技术人才能够回流 能够安居 还能够乐业 我相信那就是就像许淑华现场候选人 所希望能够达到繁华南投的一个目标 那也就是符合我们政委处长 所谓的南投希望未来叙述化 当县长的八年 就是真正开展大建设的八年 好我们谢谢我们邮航议员 返华南投乐业安居 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我们王议员 那王议员你觉得这五道远区的展望 有什么想法 为了我们要吸引所有 不管在我们观光 在我们产业 还有我们就业 还有人口 我是希望是尽快 因为这当然是有期限的 这期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期待 这个期待太久了 对整个社会的想法都会不一样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他动工了 那我们希望还有 目前我看到的园区 杂草重生 杂草重生 让我们看了心就冷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展望 他站在我的立场 我很希望看到马上动 让我们抱着希望 抱着未来 我们对这个五个五大园区 看到就业的机会 看到我们赚钱 看到我们的游客 来到我们南投 这才是我们的希望 那也是县长他的今天开发这五大园区 然后带动了整个观光产业 对我们南投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繁荣 对我们来讲这个期待是不可抹灭掉 让我们抱着希望来看五大园区的一个进展 这样对于目前刚才我们游艺员也有讲到安居乐业 安居我看到了我们南投这一间青年住宅了 那希望草团 埔里 我们的各乡镇都有 这样对整个我们青年回来 不然现在你看买一栋房子都要上千万 谁买得起啊 所以我希望说 如果我们今天有青年住宅了 那我们就业 我们的人口会回流 这应该机会比较大 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个并行之下 这五大园区还有我们青年住宅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希望 未来我们期待的 我们就是北漂南漂的子弟们 都回到我们南投 这是我们的希望嘛 我们的期待嘛 也是县长创造这五大产业 他也希望人口回流嘛 所以我想这是林县长他的德政 让我们尽快的看到 如何让南投带来希望带来发展 可能需要政府全面的协助 不能把责任都丢给厂商 因为疫情期间最苦难的叫做头家 真的他们背负了最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什么样可以让青年 回来这边的各项条件 不是说大麻要厂商 什么都要厂商他就没法 如果回来这边青年住宅越多 那他们有地方可以安身 然后如果又搭配适当的就业机会 那可能这个五大园区就发展得更快了 那我们是不是请司董 再给我们補充一下 好 我刚才说到 是怎么说要想想想一个时间就是因为 如果说因为在这个时间上 就很拚来起来的时候 想想他就要特别说 就要应付 应付实力 他们的枪帮和设计和感染的时候 这种来起来的时候对南部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你现在说比如说北漂南漂的土地 如果要拚来的时候 你如果看来说这厂房是起来一个 一个精致更美观的时候 觉得说人壮观的时候 他们想要回来就业的那个 新医院也比较高 靠有信心 靠有信心 要想想想一个时间 要去反松一下 要把我们整个建设 建设更加好 对南部的发展 以后是更加好 像我们不管五大园区 还是园区的工业区 还是其他的林心讨论一些工业区 跟我们埔里一些林心的工业区 都同样 现在面临对他的问题就是缺工 缺工的问题也希望政府 可以跟我们一起帮忙一下 跟我们缺工的改革 因为尤其现在台湾一些年轻人 他没有管理说 那些人都同事服务业 太艱苦工作了 他们觉得做这些工业的艱苦 都要去服务业 住工业也感到艱苦 这其实 年轻人就是要去有一个技术 将来才有发展 我就觉得当然服务业也要人 但是有些人如果轻账口 来产业一些服务的心 有一个技术对于将来发展 都记得很好 所以南部发展也就是要说 我们在产业界大家共同努力 政府来帮忙 可以说缺工业的问题也能解决 那就是我们工充足 自研充裕 大家都会尽管你来来这些投资 尽管你来这些抢 大家也尽管你 说跟南部建设更好 你会说就是 工业又去一去就抢没人 对于投资者来说他就很烦 他也有烦恼 他也有考虑要投资 不投资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出现就是说 我们要去南部的发展 五大产业延细都会兴盛起来 就是说也是 人工的问题要解决 人力的问题要解决 希望我们也感觉 未来能够看到这五大产业期 欣欣向荣 对南部更好的发展 能够回流 给我们南部人口更多 更进步 我们请李处长补充一下 因疫情的部分 宪政委做了几个事 第一个在去年或前年的时候 我们在通知缴款期限的时候 有那疫情的部分 我们有让他有展延的 一次到两次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我想这第一点 第二个由公司部门 相关建管执照部分 我们在107跟109 各自它可以因为疫情 或相关缺工缺料 可以自动展延执照一年 我想这第二点 第三个在公共工程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比较大型的工程 供给比较长部 我们都要把相关物条 不管是大众物料 或银件物料总指数 或特别的相关的钢铁 或者钢铁的部分 都有把放物条的 一个调整的因素在里面 当然它不能迟缓 我想希望能赶快建设起来 所以南投接下来三到五年 会遇到一个大建设时期 如从台中的七起 台北新计划区 它也不会是短时间 三五年就做好 可是如同大军位置粮草先行 计划得先行 所以未来南投 这整个带动起来 我想南投的发展 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年 还没有大发展 八十年九十年看到成果了 这几个未来是南投很重要的根基 而这样的根基 也很感谢县长还有议会 不管王总召 邮议员的支持 我想不管预算法令上 很感谢他们的支持 那我想这个部分 县政府后续要 未来要做的部分就是 除了这几个园区之后 怎么让它继续延续下去 我想除了刚才炸电设开始之后 我们继续辅导厂商 所以在园区的管理部分 我们相关园区的管理知识法令 也通过了 园区相关的基金也成立了 以后会专款之后去管理这整个园区 当然这属于管理的部分的话 分成两部 一个是工部门的进驻的管理 一个是厂商协进会的管理的部分 现在旺来园区也成立一个厂商协进会了 自主管理跟工部门管理的部分 我们同时在进行 未来的接管跟未来的营运管理的部分 它会慢慢进入轨道 但后续的部分的话 我想同时举个例好了 刚才那个总召这边还有相关议会这边讲 南港工业区的部分 它一起的工业路延伸延伸到领星路 就现在民族路的这地方 二企的部分工程在施工会连接到乐立路 那乐立路的部分它会有一个延伸的 延伸是往来延区 所以以后从南港工业区会有一个 重贯线的部分 它会延伸到往来产业园区的延伸 当然在国土计划里面 我们把68公里花在这边 南港二企花在这里 所以未来产业链的连接 在国土计划我们也预留了 我们期待未来新的县长 不管是谁当选 我们希望好的政策能可以延续 这是南投的未来的发展一个根基 那我们也期望议会继续给县政府支持 那我想在南投这么优秀的议长 副议长还有县市长的带领下 南投未来是可预期的 当然最后我再举个例 再讲个例好了 南投的青年仔一起的部分 我们已经发包了 明年会完工会进行抽签 二企的部分在周边 我想会有55户 当然刚刚王总赛在议会也提到了 他希望在补里也有社会展青年展 然后草屯也希望要有 我想在未来的话我们会继续努力 李处长在帮一个忙就是说刚刚市董事长说草屯手工业智慧产业园区它的地理位置好 所以很多厂商要进驻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说明一下那个竹山竹意产业园区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竹山竹意产业园区我大概是大概是15公顷左右 他在南云郊到整个延伸现在下来 在南云郊延伸下来之后跟那个相关的台山线交流的地方 所以他其实如果刚才邮医员有提到说他都在交通干线上 然后未来目前整个环平水保都通过了 中央开号是一个审查当中 当然未来会如同 因为他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有很多私有土地 所以会遇到相关私有土地的征收 如果按照私价 然后如果让补偿的机制或征收的部分可以进行顺利 这样是未来园区可以相关推动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当然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在草屯 草公园区在开发的时候遇到一个就是什么 遇到一个就是旁边一个百姓公庙 百姓公庙它旁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相关老龙树 百年老树几乎是百年老树 我们为了这些百年老树 我们画了一个公园在这边 那个草屯为什么画一个公园在这边 很抱歉那个地方我们不喜欢破园的生态 跟百年老树继续让它继续在那边生长 那如果在埔里埔里复兴温泉农场的话 我们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在旁边一个土地公庙 在土地公庙的部分我们也保留在园区里面 那土地公庙后来就结合了 结合了目前的埔里证公所清洁队的相关办公室之外 他也把长照邻里照护结合在他的 这个清洁队办公室里面 原有的宗教的信仰我们希望能支持 然后纳入到园区里面 那有没有希望能再包容原有 现有部分可以看得到未来 我们谢谢我们李处长的补充 那最后我们想请我们每一位来宾呢 简单做个总结 来游议员 就如刚才所提的 那五大园区民众期待 那希望能够有四个建议 就是刚才所提整体规划 永续思维 还有希望能够厂观学研创新育成 那以及扩大连结 归于返乡 还达到安居乐业 繁华南投 好谢谢我们请王议员 县长对五大园区让我们期待 也希望我们的北漂南漂的子弟们 能尽快的回到我们自己的岗位来服务 这是我们对五大园区的一个期待 当然这个五大园区后续这几年 大家会很辛苦 可是我们乐意看到 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进入 然后我们的产业观光 都逢勃的一起来发展 让我们更幸福的南投 就在我们南投线 好谢谢我们请市董事长 对于我们现有的工业区 还有五大园区来讲 我们希望未来都能够蓬勃的发展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 缺工的问题要解决 企业界来讲就是说 现在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工 如果缺工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企业界投资就会受到阻碍 对于整个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就希望政府能够解决 我们也开放更多的外劳 进来来帮忙 能够让企业在没有缺工的问题之下 大家都会愿意来投资 对于造福整个南投 对南投以后的发展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相信缺工的问题解决 企业没有问题 整个大家资金可以大力的投资 能够进行国外接战 努力的生产 为南投为整个国家经济照顾 对南投未来的发展 相信我们能够看到未来的几年以后 南投可能不是50万人 60万人以上 谢谢 谢谢 我们请李处长 我在此还是很感谢县长的政策的相关的订定 还有议会的支持 我想南投由农业县慢慢走向一个县长 希望能代表他好山好水的观光首都 我们在县长的观光首都的政策带领下 慢慢走到一个产业新都 产业新都不管是草存的手工艺 竹山的竹艺 然后南投的旺来的凤梨 然后还有相关的埔里的围形园区的 不管角白笋也好 或是大安豆腐也好 我想都是跟在地产业去结合的一个 产业新都的一个新的模式 那从观光首都走到产业新都 未来更需要的是 我们把产业附加在增加之后的 让原来的住民可以迎刃安居 有产业好的发展而乐业 那更希望说未来三到五年建设完成之后 工厂开设完成之后 青年北漂南漂返回南投之后 他可以先来乐业再安居 跟原来的部分的安居略不同 我想南投正从观光首都 产业新都走到一个宜居城市 我想我们期待这样的未来 好 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 议长何胜峰呢 相信五大园区的设立 一定会繁华我们南投 千里之行始于竹下 就从这一刻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